事實上有關於沈慶晶的這個故事 他有一次不是要去澳門嘛 我記得好像是澳門嘛 拿了一百萬的港幣 我記得啊 在機場被扣啊 對對對 因為他就說叫小錢 他就講說小錢 最近有關於錢的部分 大家胃口都很大 一百萬港幣說小錢 一百萬台幣說 把少許的錢放在裡面 那個人叫陳佩琪 然後許小新一百萬說衛生紙 所以你看 突然間我們覺得 我們是一群窮鬼 為什麼 因為人家一百來一百去的 都會小錢衛生紙 要不然都要小錢 好啦不管 因為反正他就要帶出去 你知道我們帶出去 像一萬歐元一萬美金 都有規定 就要申報 十萬台幣 幾萬人民幣 我們都有規定 當然就被攔下來了 攔下來了以後 不好意思 你可以填單子 就是說你事實上 你要帶那麼多出去 你必須填單子申報 如果你沒有填單子的話 沒收 就把額度 比如說八萬塊的港幣 這個額度 一樣花還給你 其他全部沒收 不過對他來講他沒差 因為他有錢 就不小心把小錢放那麼多 那麼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有媒體去訪問 當然媒體去訪問 那是媒體自己本身去 找到相關的人 接受講了這個 有關於海關申報的錢 那沈慶晶 他只算是投資銀員 那一幅有嗎 那生來又生去 26億 那一幅又一幅 18億起跳嘛 對 所以這些錢對他來講 三百而已 我那麽三百而已 三百五千萬的台幣耶 你這輩子 我都 你有看到那麼多錢嗎 你們這些窮鬼對不對 我在電視上看過 對啊 不要錯吧 你們這些窮鬼 不知道有錢人的感染嘛 對 好了 重點在為什麼會講到這個事情 各位 因為跟一個判決有關係 喔 沈慶晶的司機 2019年的2月27號 是 台北地方法院有一個判決 對 什麼判決呢 是有關於沈慶晶 告他的前司機 對 這個司機 這個事實上是在 當過他的司機 你知道嗎 司機有時候是很可怕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司機在前面開車 老闆在後面說電話 司機知道最多 還是跟人在後面說電話 所以你現在知道 為什麼有的車子 要有中間那個擋泥板 喔 伸上來 司機看不見 也聽不到 對 所以呢 你就知道了嘛 那司機老師這樣聽 老師這樣聽 老闆都這樣 一來一去 對 所以呢 老闆還有一些 如果車上有什麼 這個 風流運勢 還是什麼電話的話 他都知道嘛 你就說了吧 孕小威 名嘴女跟股東太太 阿咪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 不是這個阿咪 不叫阿咪啦 事實上是Amy的意思 Amy啦 是 英文的Amy Amy姐 也不要 讓一些名女人 有叫Amy的扯上邊 跟他們沒有關係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很單純的 有夫之婦 有夫之婦還單純 有夫之婦哪裡不單純啊 每次都 去客人哪裡不單純 你又說客人 是福娃飯店下車 上股東太太的黑P市 去維格這樣單純 有夫之婦嫁人做的貌對不對 這很單純 但是如果有這個就不單純 我先講啊 因為他出現了判決書啊 這個裡面到底怎麼回事 判決書為主啊 對 因為判決書人家寫你對不對 對 這裡面還有一個名嘴女 哈哈哈哈 我昨天就提出抗議啦 誰 為什麼裴睡的時候 女名嘴都沒有男名嘴 但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女名嘴是誰啊 誰 勇敢的說出來 告訴大家判決書裡面出現一個名字 不是這個裴睡的名嘴女 他說你跟名嘴女在澳門一頭住嗎 判決書出現的一個名字 其實啊 叫許勝美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 你怎麼講錯了 我在這裡必須要澄清一件事 是 他並不是這個所謂的名嘴女 哦 他只是倒霉鬼 為什麼 在左下角那裡又寫了 因為其實他寫這個 許勝美三個字出來有沒有 是跟他這個事情說的 你別記得買週刊 對 股東太太 對話記錄許勝美啊 他的意思就是要爆料 要跟許勝美爆料 你沒事情你去 爆料別人幹什麼 要跟許勝美爆料 對啦 這是問題來了 因為你裡面又扯到一個什麼名嘴女 那你爆料你就爆料 你寫得清楚 對 不好意思啊 以後法官 能不能麻煩你寫清楚一點 以後如果前面寫一個 有一個男兵嘴被 他下面寫一個李正浩 那不是莫名其妙嗎 我的行情有這麼好嗎 不是啦 你也沒那麼容易 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升任 是 不是啦 問題就在於說 你要寫 寫得比較清楚 對 你害許勝美 我昨天有跟他聯絡 你昨天有跟他聯絡 哈哈 他很生 他其實蠻生氣 覺得自己很無辜 被霸凌莫名其妙 對 因為他前一天才爆了一個 關於這個什麼 小三政公的料 對對對 你今天沒有想到 他一天自己被爆在裡面 你昨天因為在名嘴裡 剛好是上面又寫到 許勝美對不對 許勝美 所以你就打去給勝美姐 說他很氣 我是傳簡訊給他啦 我沒有打給他 因為我想他心裡面 一定很難過 你這判決就判決 你沒事情 弄一個名嘴女 沒事情會下一段 他事實上是隔一段 隔一段以後又扯他的名 對 那你要 他的意思喔 你仔細看整個判決書 就是說他要去爆料 要跟許勝美爆料 爆料的意思 周刊爆料 有的沒的啦 對 你沒問題是 那你乾脆你判決書 把名嘴女給寫出來嘛 是 那你這樣子不是大家很倒楣嗎 我舉一個例子沒有錯啊 如果說一個這個 說一個男名嘴被人家賠稅 被人家包養對不對 下面兩段突然出現一個對不對 出現3Q出現李正浩 對 王毅川出現我就比較不會 王毅川就合理了 對合理啦 如果真的跟我沒有關係 就因為他簡訊裡面 現在寫完對不對 天啊 如果有人說我外面有三個小三 寫完我的名字會很少的 對 你沒辦法按照三個小三長的什麼樣 對 關鍵還是印小偉 對沒有錯 那印小偉到底怎麼回事對不對 因為有一張照片 你忘了嗎 印小偉他們還告過人家 對 澳門 就是那個飛機上面的商務艙 兩個跟沈青青坐在一起 對 當時的解釋是說 沈青青剛好 哎唷 你剛坐這裡 剛旁邊有空位嘛 對 要沈青青青坐下來嘛 當時他們是這樣 可是人家拍了一張 也沒有錯啊 你確實印小偉旁邊坐 就是這張 就是這張 當時還告過人家嘛 對不對 後來官司當然對方沒有問題 沒有事啦 對 可是如果現在到島的 哇這文章就做不完了嘛 對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人家 判決書是這樣寫的 是 那這個 後來這個前世紀被判了 這個三個月的有期徒刑 對 那為他恐嚇 恐嚇取材嘛 涉及恐嚇取材啦 所以呢 這個是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 對 那除此之外 當然金流 金流 金流 有關於金流的部分就是說 他那時候就找證人朱雅虎 對 因為朱雅虎 他當時的名義是 告訴人辦公室 是沈慶金辦公室主任 我在這裡請問大家 朱雅虎是沈慶金辦公室主任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在 我突然間發現 朱雅虎這三個字 在全案 在台北市的那個 整個案子的那個 他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朱雅虎現在給我轉污點 正然 不管在哪裡 他都是 他的名字都會出現 對 在連這個案子裡面也都有他 對 他還作證嘛 對不對 然後他作證 竟然是因為他是 告訴人的辦公室主任 告訴人就沈慶金嘛 對 所以他連這件事都有他 連當時高等法院才駁回 才駁回到台北地方法院 重新叫阿伯要不要收押 這些相關的人要不要收押 重新的 裡面也出現朱雅虎 對 你知道嗎 還出現三次 所以這個人 他的地位 我也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 其他被告的 待遇 有五個收押 其他重保 還有一千多萬 電子腳療 都來電子腳療 那為什麼他就無保請回啊 對 第一次還讓他走球車到避開記者 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只有一個答案 只有一個解釋 就是朱雅虎非常配合 檢察官跟連政署 全部倒出來了 連政署的相關的 這個證訊嘛 對 要不然他怎麼有這種禮遇嘛 那除此之外就是 逃朱引元 我跟你講 為什麼柯文哲這一次的 這個人 現在 各位 現在不是民眾黨的那些 政治人物那些政客 叫你說把電視關掉 閉上眼睛就以為看不到 捂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然後去看這個 黃國昌的直播 讓他一再洗腦洗腦洗腦 不是的 我們現在講的 你可不可以發現 他們從來不敢去談 這些所謂的案情 金流 這些相關的這個證據 他們都不敢談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嘛 柯文哲到底記得 幾次逃朱雲 到現在 我問你啊 吳宜軒敢回答嗎 他說這個是主席私人行程 對不對 我們早就已經掌握了嘛 9月30號 也就是2023年9月30號 你獨自一個人進去過 在問你 在問你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知道你柯文哲一定會說謊 你果然說謊啊 柯文哲到時候 如果有機會交保的話 麻煩單單這個 逃朱引元進去幾次 你說清楚講明白嘛 你說只有選候去過一次嘛 我已經交省 為了慰勞你嘛 結果不是 9月30號就進去了 告訴各位 9月30號進去的時候 惠客紀錄 那位威京小省不是很厲害 就是什麼都登錄 哦 你說 因為現在的關鍵 除了關鍵的人 還有關鍵的物 這個關鍵是惠客紀錄 因為他會客紀錄呢 有 早就我們早就知道檢調調到 然後呢 包括影像調到 還有包括柯文哲的大哥大的 跟基地台 你的大哥大是不是有閃一下 閃一下就是跟基地台在聯繫嘛 對 那基地台你在那個地方 雖然方圓 可以三角定位到你的位置 方圓500公尺之內 但問題是你不動 就表示他都在桃珠影園裡面 對 他開始動了 就表示你離開了桃珠影園嘛 全部在掌握之中啊 你去談什麼 你去講什麼 因為你說謊 你說你之前都沒去過 你去談什麼 桃珠影園呢 不好意思啊 現在我有好多南部的朋友 台南的朋友上來 竟然還真的跑到桃珠影園去拍張照片 對 還有人無聊到去問幾位 說我可以進去一下嗎 神經病 你就知道 問題來了 你們這些小草沒有人可以進去 連在裡面上大號 上小號的資格都沒有 對 他們只要進去了 他為什麼進去 而這個桃珠影園 竟然就是給他8%是 容積率的 微精小省的桃珠影園嘛 而且那個訪談 記錄 秘書都詳細記錄了 隔天更起人一道是 隔天到了美國 我手機就掉了 對 他那時候手機掉了 我們大家都猜 為什麼 對 為什麼會在不可思議的地方 還在海關掉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怪 後來現在回想一下 是不是手機掉了 裡面有些東西 你就看不到 是掉了還丟掉了 到底是掉了 還是丟掉了 講得好 那這一切 我相信檢調單位 一定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非常謝謝潤德哥 請潤德哥回到問三 我想問范老師 報時因為昨天我做節目 犯了一個大錯 犯了什麼大錯呢 就是這個 印曉威名嘴女跟古東太太阿咪這一趴 沒有請你評論 沒有請你評論 我也有說明一下 我昨天這個深感後悔 所以今天先讓你評論這一段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 為什麼要聊這件事 很簡單 這個判決 以及 機要的說詞 證明了一件事 沈慶晶晶非常習慣從澳門帶錢回來 而且他帶的是理所當然帶 這個機要就直接講喔 直接拿一千萬港幣的現金喔 直接就走去桃園機場海關就申報 啊怎麼來的?贏來的 對不對?我賭錢賭贏的 你拿我盒 所以審訊金是非常習慣 透過這個網絡去做的 所以檢察官如果問了機要 如果檢察官問了這個司機 那如果這個金流 到了審訊金之後 又透過陶珠影員的 訪客記錄 週刊才踢爆 陶珠影員的訪客記錄是 審訊金會要求密書 一五一十的填寫了 如果內容全部都有的話 那這個金流就建立起來 范老師 對啊 這位王姓司機啊 他洩漏說 沈清金跟易小微去了福華飯店 大家不要以現在的眼光 去看易小微 他剛剛在監獄裡面 度過六十大壽 其實他是十六歲就出道了 一九八零年 那個時候他演了一齣戲 叫什麼你知道嗎 在中式 這老三台喔 還是中式華式 他演了一齣戲當的女主持人 神雕俠侶 還十六歲耶 叩逗年華 對 那你說沈清金 香兒 喜歡楊過的 沈清金大 易小微 整整十七歲 對 所以那時候 這個易小微十六歲 這個沈清金已經三十三歲了 對他來講 那個時候是可遇不可及的 對 美女啊 女星啊 曾幾何時 終於可以一起到澳門去 一起去澳門 去福華飯店 對 因為神經經常已經七十七歲了 對 那身體還是非常好 對 小微六十歲 那你現在看他沒有打扮 比較倉老一點 可是他如果當議員的時候 話起莊來還是非常有模有樣的 是 所以我們看他就是說 這兩個人 我們不能 所以這兩個人 這個誠心 最誠心來講 如獲自保 為什麼你這麼適合評論這一段 大老師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 艾格爾蒙組織 1995年成立 總部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對 目前有117個國家參加 兩個國家沒有參加 亞洲地區有29個國家 對 台灣有參加 對 中國沒有參加 澳門沒有參加 所以中國跟澳門是 秉除在國際洗錢組織的條列之外的 很少有國際的組織 是台灣在中國不在的 哈哈哈哈 中國一定會說 台灣要他去出去 有道理耶 中華台北去出去 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 加入愛德蒙 對 漢賊不兩立 對 王道不偏安 所以說這個 這個組織呢 連亞太有29個國家 連俄羅斯都在裡面 對 俄羅斯跟中亞什麼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納 也有7個國家 每週有39個國家 當然美國 加拿大一定有 對 非洲有14個 歐洲24個 當初查成員片海角七 就是透過愛德蒙組織查的 對 愛德蒙組織是全世界的每個國家 叫FIU 叫金融情報機構 對 參與 我們台灣是誰 法務部調查局 我們大學 現在還有人派在這個組織裡面 長年 去四年到五年 對 派的 在那邊負責行政工作 所以看起來說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這個港幣一千萬元 我必須要講槓上開花 因為這個當初是因為 沈慶金去告那個王姓司機說他是詐騙取材嘛 對 那時候因為檢調不管 兩件事喔 這個詐騙取材是背上好幾億喔 對 然後這個集要秘書是另外一個 對 不是 這個集要秘書也港幣一千萬喔 對 所以我認為啊 調查局現在應該要趕快透過愛德蒙組織 對 去了解沈慶金這樣一個洗錢的行為 是 第二個 會不會有人 我們的海關 海關從中通融 喔 我覺得這個檢調應該要去 可能那個攝影機可能已經洗掉了 但是看有沒有證據 因為你看看幾千萬元 那個怎麼帶啊 那個擺在身上就透露 他有申報 他直接講 我去海關申報看一下而已 對啊 看一下啊 對 那為什麼看一下沒有沒收 因為我們目前的規定是 只要是人民幣兩萬塊 美金一萬塊 台幣十萬塊以上 你要申報 申報就扣稅 扣稅 對對 那你不申報就沒收嘛 對 好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人 這個這個眼人耳目 或者是幫助他們 對 可能就是沈慶金跟這個海關熟了之後 他這個我 王姓司機或哪個秘書 他說哪一班飛機 從澳門回到台灣 是不是可以便宜行事 對 這個我覺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官商勾結 對 貪腐的問題 這個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中國這幾年是不斷的管制外資 那沈慶金在中國很多投資啊 錢出不來 對 他不能靠 他如果靠地下外匯 他會兌換 他也會怕會 黑吃黑嘛 對 就用這種方式 讓他把中國的錢到澳門 可能還透過澳門的賭場洗乾淨一點 再帶回台灣 對 這個管道 我必須要講 檢調現在應該要趕快去查 另案去查 這可能會是槓上開花的一件事情